现在这个公园挺热闹 一些小娃娃进来了 他们的老师看着他 是吧 一些小娃娃 他这个穿着这种黄马甲 这个写的是什么呀 员工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学前班 叫pre-school 叫pre-school 他们穿着这种黄马甲 比较醒目的颜色吧 学前班的一些小娃娃来公园玩啊 老师在这里是相对紧张一点啊 要保证小娃娃比较受伤啊什么的 这个狗在地上趴着 地上凉快吧 看着一个V型汽车 好像只能坐一个人吧 特别小啊 像个小假个虫一样 V型汽车 这个门很重啊 它这个铁可是特别厚 嗯 这个树叫什么名字了 这种藕和色的花啊 这很漂亮啊 远处是一个秃山 旧金山这块平地非常少啊 哦 千俩狗啊 千俩黑狗啊 狼似的这个狗 瞅着 像狼一样弄的 这边 小坊山上放着一一袋豆子 这个豆子好像进水了吧 豌豆 gluten free 这种豌豆 这种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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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uten free 拿着吗 这个日期是到 26年3月 拿着也行 拿着也行 回去泡着吃吧 这门也当成垃圾扔掉了 豆子还是挺好的 豆子 它的纤维含量比大米高 我现在尽量用豆子代替大米 大米那种白米饭尽量少吃吧 好久没吃 好几天没吃了 这是一个小的银杏树 在美国这边有些人 他们可以讲汉语 但是他给你发微信 或者给你联系用英语 我就觉得有点别扭啊 虽然我也能说英语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汉语是表达的最到位啊 英语还是有时候词不达意啊 我也是比较谦虚 我跟一些华人说 我说我英语不是太好 我说我还是想说汉语吧 反正母语确实你能用的词很多 可以所欣所欲啊 但是英语确实是有的时候 不知道哪个词比较恰的 好像叫理屈词穷的感觉 给人一种 这是枫树吧 红叶 这个这么多白花 这也是柳树 这是柳树啊 这个是柳树 这个是那种长的叶啊 确实是柳树啊 水曲柳在国内是重点保护植物吧 水曲柳 我看一个案例 有个人砍了什么水曲柳 结果被判了是怎么着 是被罚款了 水曲柳是很硬的木头 过去好像都觉得这个木头也 不怎么值钱 现在成了国家保护植物了 是贫美物种吗 反正确实是二级保护植物吧 好像是 这个接口是24街 所说的小商业街啊 这条街还是挺热闹的 挺热闹的商业街 24街 从这走吧 理发店 三底的指甲 指甲护理和去毛 指甲 这是哪个国旗啊 一个五角星 还有红白相间的彩带 幸运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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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运路 24街是个小山业街 还是挺热闹的 都热闹 这条街都热闹 有好多餐馆店铺啊 这边 这个人在这 他竖个中指啊 跟那个消防车 跟消防车受过中指 还是个残疾人嘛 可能那个消防车 跟他摁喇叭 让他觉得心里很难受啊 在国内有一个视频 是在高速上 是高速吗 前面车开的特别慢 后面车就摁喇叭 前面车很生气 就突然来个急刹车 结果导致追尾 三车追尾 按说追尾应该是 后面那车的责任 但是有规定吧 如果前车恶意的 在前面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下 突然刹车 急刹车 要承担全责吧 好像有这个规定吧 但一般来说 追尾是后车负责任 没有保持距离 这个人在磨这个罐子底 他拿纱纸再打磨这个 淘气的底啊 老美是有闲心啊 也不戴口罩啊 这么讲 直接就往里吸粉尘 我跟着他们就过去吧 那就跟着他们就过去吧 这个小孩背着一个小娃娃 小猫的 这应该咱们中国生产的书包 应该是 理发8美元 我已经好几年没去理发店了 都是自己搞定 在疫情的时候 在南加州待一段时间 那边比较热嘛 有一天我就咔咔咔咔 就把头发剃光了 当时有一个朋友嘛 跟一位朋友在一起 他给我理发 他理得还不错 但是他发现 他给我理的发 被我咔咔咔剃涂了 他都掉眼泪了 急着都掉眼泪了 突然看到 他一看着 怎么 这样我脱了亮了 我就笑了 但是他明显的 他当时就 所以说确实 每个人的审美 或者每个人的承受力不一样 当时他都急哭了快 啊 剃涂头了 我说不挺好吗 挺凉爽 后来我就自己操刀 自己剃这个光头 然后在夏威夷的时候 夏威夷那位朋友 也给我买了一个理发推荐 但是我就因为他刮胡子了 在夏威夷的时候 好像没剃过光头 就算推个住行器 他们穿的还比较厚 穿的衣服 艺术和礼物 art and gifts 你们别挡道啊 你们如果不走 也别挡道 你们如果不走 就不要挡道 拉丁人看 小娃娃挺多的啊 拉丁人还是比较能生的 还有拉丁人的扑克 拉丁人的头像的扑克 应该咱们中国生产的 川普他的耳朵被枪打了一下之后 好像也有类似的图片 做那个TG衫 给大家发好像是 他好像是这边给一个图样 发到中国的义屋 义屋那边能很多厂家定做 前几年 川普跟希拉里 在竞争总统的时候 当时义屋那边 加工这些竞选产品嘛 就说特朗普这个产品 特别特别多 希拉里的特别少 所以当时咱们国内人们就说 特朗普肯定能赢 因为从产量看了 特朗普的什么TG衫了 帽子了啥特别多 但是希拉里的特别少 所以中国是世界工厂 这个妹子不怕冷 她把手机放在腿侧面的兜里了 拉丁人嘛 不过她的身材像亚裔人 亚裔人的身材 Gladiator Gladiator觉得脚都是吧 G-L-A-D-I-A-T-O-R 吉普 后边是半截货车 这个狗很恐怖 这大狗 我看一个视频电梯里 一个狗把她的女主人给咬了 咬得鲜血淋漓 她女主人穿一个裙子 在电梯里这个狗对女主人发动袭击 咬得鲜血淋漓 所以说狗还是畜生吧 要加小钱 畜生终究是畜生 还是要多加防范吧 就像马戏团那些狮子老虎之类的 虽然驯化园一直殉导他们 这是弄的橙子 橙子打成块 打的橙汁 但是嘞 最后还是有的时候就把主人咬死了 或者咬伤了 还有鳄鱼 所以说这种野兽还是要加小钱 这边挺热闹 这边 我们在等公交车吧 They're waiting for the bus 等公交车 这个老哥在抽烟呢 在美国生活容易迷失自己的人生啊 这边的生活没有什么推动啊 就是不停地付各种账单 大家整体还是比较放松 华人呢还是比较辛劳 所以挣的钱多 老沫呢或者白人呢 尤其是白人很多他们都酗酒啊 抽烟喝酒 所谓的享受嘛 刷信用卡 透支 这样的 华人有这种攒钱的习惯 所以说华人容易被抢 然后种族启示 这边也是稀松平常啊 对亚裔的启示是最严重的 拉丁人的 他们的在这边的地位还可以啊 因为老沫 我走这个地方以前 就是墨西哥的领土啊 后来被美国弄到手了 所以美洲人还是 在这待着比较仗义 东亚人就有点 畏手畏脚 确实是这样 这是必须承认的